1944年出生的杨丽花 是台湾知名歌仔戏艺人 女演员 歌仔戏戏剧制作人 还提时代的她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 变成为知名的野台戏演员 也是台湾电台歌仔戏 电视歌仔戏的创始者 让歌仔戏在当年 能于电视媒体流传 她的成功提携了许多后辈 包含去年刚获得 金钟奖式帝的陈亚兰 以及纪力儒 潘莉莉 简佳玲 叶莉娜等歌仔戏名领 她的人生就像是 台湾歌仔戏发展的历史缩影 杨丽花的歌仔戏演出 绝大部分为女扮男装 这不但是她的演出特色 也是台湾歌仔戏的特色 杨丽花不只是台湾歌仔戏的代名词 她一生的努力更是台湾歌仔戏的历史缩影 但她结婚后却屡屡传出老公出轨 甚至老公八十亿的财产竟然一分钱都不想给她 甚至在国外还养了一个私生子三十余年 实在是令人唏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讲一讲杨丽花的故事 杨丽花 本名林丽花 台湾宜兰县原山香人 台湾国宝及歌仔戏艺人 电视与电影女演员 歌仔戏戏剧剧制作人 其夫婿为台湾古科名医 前立法委员洪文栋 告别舞台多年 2016年正式宣告付出 从1947年就上台演出的她 不但是1950年代1960年代的知名的台湾歌仔戏业台戏演员 也是台湾电台歌仔戏电视歌仔戏的创始者 她于1970年代所组成的台式歌仔戏团 不仅让歌仔戏与电视新媒体得以流传 也培养诸如陈亚兰 纪丽如 潘丽丽 简佳玲 叶丽娜等歌仔戏明明 和柳青 叶青 小明明并列歌仔戏四大小生 杨丽花的歌仔戏演出 绝大部分为女扮男装 这不但是她的演出特色 也是台湾歌仔戏的特色 杨丽花虽为宜兰人 但其演戏使用面男语时并不使用宜兰腔 而用台北枪生于1944年的杨丽花 家中排行老二 上幼哥哥 下有两个弟弟及两个妹妹 并没有接受任何正规学校教育 1947年起 杨丽花加入母亲杨好所在的台湾宜兰知名歌仔戏剧团宜春园 1950年 杨丽花与母亲于戏院和外台 演出由该剧团所致演的《安安感激》 该戏不但是杨丽花首次单纲演出 也因为杨丽花精湛演出而获得一致好评 1940年代末期 歌仔戏仍为全台湾最受欢迎的娱乐或戏剧 因此杨丽花以安安感激这出戏剧里面的演出名字小安安文明 1957年 13岁的杨丽花正式成为一春园歌仔戏剧团的成员 所有演出均为女扮男装小生演出 因为她扮相美 不但迅速成为该团的台主 随后的1961年 更以陆文龙一剧《走红泉台湾》 这出戏也奠定她为台湾歌仔戏第一小生的名号 1962年 杨丽花被赛金宝歌剧团挖角 除了继续以小生扮相于歌仔戏界受到观众欢迎外 也连同该剧团于当时的台语电影风潮推动下 在1960年代期间演出十数部歌仔戏台语电影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这时期杨丽花还以女装扮相 于借用三十年代台语歌谣歌名拍摄而成的 政令电影《望春风》中担任女主角 在1968年与素有极致歌王之称的男艺人张帝 共同演出许首人所指导的黑白台语电影《张帝找阿珠》 片中饰演慧珠一角 1972年以安平追详曲一曲改编程的电影《回来安平党》饰演女主角阿金 这些是杨丽花极为罕见的女装演出 这阶段的杨丽花的演出重心 亦从1950年代末期的野台戏转为戏院演出的那台戏 许多戏院甚至为了杨丽花 把本来放映电影的戏院 改装成适合歌仔戏演出的舞台 可见当时的她有多红火 杨丽花与老公洪文栋结婚已经超过30多年 昔日一直给外界抗力情深 模范夫妻的印象 回顾杨丽花和洪文栋的感情 两人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尤其离过婚的洪文栋 第一次约会还让杨丽花等了两个小时 甚至身边还有前妻的三女依子 即便如此 她还是深深地抓住了杨丽花的心 两人爱情长跑八年后 决定护许终身 据说当时杨丽花婚后甘愿不生孩子 专心当后马 照顾好丈夫和她前妻的孩子 但她的无私付出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珍惜 两人结婚后就一直婚变传言不断 事实上洪文栋在2009年时 就曾被拍到与一名女子同逛夜市 当时夫妻俩都识口否认婚变一事 直到几年前二人终于被爆出分居的消息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洪文栋已经不止一次婚内出轨 只是每一次被抓包 她都会马上认错回家 唯独2009年时 她在基隆庙口被拍到与一名女子同吃肉羹后 就再也不肯认错 也不愿回家 气得杨丽花直接从大值搬回天母老家 此外 相传身为医生的洪文栋 其实看不起歌仔戏团圆 当初也反对妻子投入歌仔戏 后来洪文栋重病也一直是杨丽花在旁照顾 而据杨丽花密友透露 洪文栋重病后开销就一直都是她在支付 丈夫丝毫没有要付钱的意思 虽然两人在那时候早已分居 但卡在财务上未厘清 所以也就一直没有签字离婚了 2018年11月5日杨丽花老公洪国栋惊传过时 享受80岁 消息走漏后 让粉丝相当震惊 纷纷询问消息的真实性 之后经纪人证实她因为心脏问题病逝 事实上 洪文栋虽然一直被冠以杨丽花的老公名号 但她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爸爸是新光集团的大股东洪万传 传言说身价至少80亿的洪文栋在分家产时 生前竟然表示杨丽花既不缺钱 也没有为她生小孩 所以一毛钱都没有给她 令她相当心寒 倒不是为了钱 而是因为丈夫的绝情 据苹果日报报道 杨丽花和老公洪文栋结婚多年 虽然婚变分居传闻不断 老公出轨新闻频出 甚至还有50多岁的男子出面 表示自己是洪文栋的私生子 婚姻感情事又让外界讨论不断 据悉不久前男子徐国璋声称是古科名医 也是国宝级歌仔戏演员杨丽花丈夫洪文栋的儿子 据悉徐国璋几年前向法院提起诉讼 开庭时她拿出母亲的照片 汇款证明 以及洪文栋帮忙支付她大学学费 手术费用 证明洪文栋和母亲有往来 洪文栋生前是临地方法院审结后 探觉徐国璋胜诉 认定她与洪文栋有亲子关系 洪文栋去世后 由杨丽花及其子女承受诉讼 提起上诉 但台湾高院法院认为 杨丽花等人并未证明 徐国璋是由他人收养 而且洪文栋与徐国璋会面时 徐国璋都以爸爸称呼洪文栋 洪文栋也未否认驳斥 而洪文栋也曾提供徐国璋生活费用 认两人有亲子关系存在 因为血缘关系存在 洪文栋又有福育的事实 可是唯以认领 徐国璋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有理由 不过洪文栋生前 杨丽花一直坚强表示婚姻关系 还有和对方的感情不受影响 正当大家以为他们走过婚变风波 结果才是隔一年 老公竟被传出已经卧病离开 让外界十分惊讶 当时记者求证杨丽花 他也透过经纪人陈秀卿回应说洪文栋先生 的确已经因心脏肃疾发作离开 没有承受太多痛苦 并表示他本人现在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 希望外界可以默默给予关心 不要打扰到他们 2016年魁为目前多年的杨丽花 难得有大动作 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付出荧光幕 并投身制作电视歌仔戏中校结议 杨丽花重出江湖的消息 宛如在演艺圈内投下一枚震撼胆 让大家都非常关注 在台湾 杨丽花就是歌仔戏的代名词 她从小演到老 从野台演到电视 演进国家剧院与小巨蛋 她惊人的个人魅力把歌仔戏变成流行文化 进入表演艺术殿堂 并以实际行动单起传承众人 她的徒弟歌仔戏小生陈亚兰 此前首开 歇例以女性身份拿下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她感性地把这份荣耀献给恩师杨丽花 并说 她是我一辈子的恩人 她教我做人 教我演戏 教我如何诠释男性角色 杨丽花手把手交这个后辈 言如师徒 亲若母女 对杨丽花来说 歌仔戏是真正的台湾文化 一定要传承下去 她虽然没有机会拿最佳男主角 但1993年就抱走金钟奖特别奖 2013年拿到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 终身贡献奖 今年在货班第三十三届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 出身戏班的杨丽花 自幼如木染 母亲生她的那一天还在戏台上表演 她打趣地说自己娘胎内就听歌仔戏道出声 杨丽花的眼神灵动 演皇帝 将军英气十足 演示锦小民娇憨卤职 演技细腻 魅力四射 迷倒无数女性粉丝 从黑白电视演到彩色电视 杨丽花录播过七侠五艺 杨家将 梁山博与驻英台 隋唐演绎 相思曲 莲花铁三郎 薛仁贵争东 红楼梦与洛神等好戏 开创电视歌仔戏黄金时期 也亦亡云与竹鲁马拿到1988年 第二十三届金钟奖 这是歌仔戏首次获得金钟奖 杨丽花认为歌仔戏表演 如果没有改变与创新 一定会流失观众 她经历广播 电影 电视等不同演出形态后 1981年与老搭档 娘子许秀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与娘 成为歌仔戏跨足现代剧场的先驱 之后陆续在国家戏剧院演出吕布与貂蝉 梁柱等大戏 2012年更开先例 跨界登上台北小巨蛋 和陈亚兰共同演出薛定山与樊里化 她一再为歌仔戏突破疆界 为的就是不让这项传统戏曲消失 她一身可说是为歌仔戏而生 此前推出的新戏中校结役 从筹备到拍摄完成耗15年 也是她睽违多年回归电视 就是希望透过个人号召力 重新让歌仔戏走回家庭 让更多年轻人欣赏歌仔戏 杨丽花对于歌仔戏的贡献和执着令人敬佩 希望她能在这条逐梦的路上继续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